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使得中场台北股市上涨了79点 收在17545点的一个位置 量人上面也逐步的放大 来到了3000亿一个位置 可是在今天比较特殊的是 在过去因为很接近的选举 那很接近的所谓的一个营收的公布 本来台股的内资的力量 它是非常虚弱的 但是随着我们在这几天讲到的 就是以技术面而言 当你的KD指标来到指标20之下 就是20它称之为超卖区 来到20之下的超卖区 如果你手上持股比例不高 或是你是现股持有的 那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是不可以去做杀地的 那你可以发觉到在今日里面 就是KD指标 你以集中市场上面而言 昨天的KD指标是15的30 所以它今天里面就开始反弹 那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以内资市场上面而言 不是说内资市场只操作在OTC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如果以OTC 因为以台湾在法令上面 你挂牌 在挂牌的时候 如果你资本额比较小的呢 你就挂在OTC 你资本额比较大的呢 你就挂在集中 那所以OTC基本上就是资本额比较小的嘛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OTC呢 在之前比整个台北股市 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技术指标呢 你看在昨天也比集中市场上面来的低 今天也产生了一个反弹 但是在反弹的过程 大概有几件事情 可能投资朋友要稍微去做注意 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月线 是扣在这个位置 这是OTC 也就是说他在明天选举的时候 还扣在这里 那选举后的第一个营业日还在这里 那未来有一段时间还扣高 也就是说假设 如果以极短线上面 极短线 因为后天是要选举的嘛 你在这个均线 只要是下弯的格局 扣的位置比现在你这个位置 往前回推20个营业日 因为这是月线嘛 就是20个营业日 还扣的相对高 你就不可以在一个往下弯的均线之上 你去做过度追高 除非他扣的位置 比现在的位置来得更低 他要从下弯变成翻扬向上 那那个时间点 你才可以在翻扬向上的均线之上 去做追买的动作 这是OTC 那集中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觉到 他呢跟OTC不太一样 OTC因为他跌的比较多比较久 你给他看 我把这浮标移给大家看 这是集中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他开始下跌的时间 就是这样子 1月2号 那你来看OTC呢 OTC早就在12月份 12月份就开始下跌 所以他跌幅是比较久的 他是跌幅比较久的 那集中市场上面而言 就是因为在过去啦 我说那次的力量一直很虚弱 过去台币的升值 外资一直进来 所以集中市场上面 他的表现是比OTC市场来的强 但他的结构面呢 他并没有比较好 就过去里面来讲 上涨的时候呢 常常下跌的加速是比较多的 他称之为腾落指标 那一直到今天 你可以看得出来 集中市场 OTC市场都是上涨的加速比较多 那是什么原因 那因为今天的资金回到电子 因为大家在担心 整个一个选举的变化 那不管是在野党 不管是执政党 共同推的是什么 就是AI半导体嘛 因为AI半导体 这不是你台湾的政治上面的语言 这是全世界科技的语言 这样了解吗 不管你从CES大展里面 或是你再看整个一个国际上 所以我在之前就提醒过大家 其实市场上面很会人云亦云 人云云云的过程之中里面 本来来讲话 譬如说 这一只小鸟明明就是白色的 然后你看也是白色的 可是每个人都跟你讲 除了你自己之外 每个人都跟你讲 这只小鸟是黑色的 那请问投资朋友 你最后里面 你会发觉到事情是什么呢 你都会想 我是不是眼睛花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讲 那只小鸟是黑色的 只有你自己看到是白色的 那你就会想 一定是你呢 那个眼睛花了 你看错了 那个小鸟就是黑色的 所以在当时候 你自己回头去想想 NVIDIA在现在的股价是创新高 可是在当时候 全市场都告诉你说 如果它好的话 为什么大股东要卖股 可是我在这个市场上 因为我待的时间够久 我就跟大家讲 就算是联电 它当时候持有到联发科 它把所有联发科的持股卖掉 也不过卖到四百多块 所以老板一定是对的吗 不一定啊 他只是觉得说 我这个持股的成本很低 可能是十块钱 它现在来到四百多块钱 我已经赚很多我就卖了 NVIDIA的意思也是如此啊 就NVIDIA的股价 现在创了一个历史的高 那我们台湾也是啊 我们台湾来讲 它本来在科技产业上面而言 尤其是投资朋友 在潜跌的市场 它就是这样嘛 你在市场上面都告诉你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操涨 那个操涨 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个股 你低不敢买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就讲过说 你在第一季你要成为赢家 你就是利空之中 逢低去做布局 就是这么的简单啊 那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内资力我们说 因为你的KD指标你密合了嘛 你能不能够交叉向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所有的一个指标 它的强势必须在指标50附近 再往向上 它才是一个强势 那如果说你是在低档的超卖区 往上反弹不需要有量 那你到了指标50又下来 那个就是弱势反弹 大家就记住我在今天讲的 所以短线的日KD 它是持续的修正 如果你做短的人呢 你就静待日KD交叉向上 你再去做进场 那也就是说 如果就过往上面来讲 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你能够站上五日均线 两个营业日 大概日KD就交叉向上 这个稍微去留意 那另外部分来讲话 我就说 因为它已经没有到指标 已经到了指标20之下 所以你资金要不要切割 我说我没有意见 保守的你就切割 因为有个选举在这边 那如果你本身积极 那你就不需要资金去做切割 这我在之前跟大家讲 只要来到指标20以下 就不一定 可是如果你在这一次 你看今天的反弹之前 我就跟他讲说 他已经要落入到低档的超卖区 你持股比例不高 而且你用现股的 不要过度杀低 你杀低的你现在弹起来 你就是很辛苦啊 有时候心情上面会比较难受 那个认赔杀出 杀到低点 跟你少赚 那个心情是差很多的 不是吗 这就是人性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就是人性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今天的电子个股成为主流 但是一天能不能够去做定论 你只能可以去做一个定调 就是什么 当你的主流 当你的资金回到电子个股 指数容易涨 事实嘛 对不对 今天回到了电子个股 今天指数是涨的 那过去里面来讲的话 并不一定是电子个股 是在非电的族群 有时候生计 有时候积电 那它指数都没有涨 那所以如果说看起来 这个指数的多方趋势 它的一个组涨权 Control 就是那组涨权 掌控权 应该是在电子个股 你的特色 你的趋势 你的资金的流向 能不能够稳下来 假设你的资金流向 你的趋势 没有办法稳下来 那这个盘还是一样 会比较有波动 因为第一季 我们说今天为什么能够涨 所以大家等到 所有营收都公布了 一个利空不见 对不对 那再挂还有什么 二月份的营收 三月十号 再挂就是什么 去年的财报 第四季 会在今年来讲的话 的三月底之前公布 那我就说第一季 在上半年里面 是最有利的 利空布局的时间点 我已经讲得很白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认为 从基本面的角度 现在就不是 基本面最强的时候 基本面最强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股价的 或指数的最高点 现在就不是啊 就成长性最强 所以我才会说 从基本面的角度 因为第五波的延伸波 我是不会跟你去预设 高点在哪里 低点在哪里 可是我会跟你讲 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上面来讲话 假设第五波的延伸波 结束我也会跟你讲 但是我目前的看法 我之前就跟大家讲 我没有吃射而非的答案 我觉得之前的高点 以集中市场而言 17956 我觉得会过 那过的时间 应该就是有机会 在第二季的时候 那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你就可以发觉到 因为这个台肥股市 就团团赚 如果你跟着它团团赚 我说光是这一个资金 你没有去做什么 像八百壮士 十手四行仓库一样 我告诉你 这边抢你买 那边抢你买 这边抢你买 你光是看台面上面 老师每一天讲股票 可能就不一样 我没有说错 因为他们都讲抢股 那我觉得说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 实物上面的一个角度 我就问大家 你有金三银三吗 你可以像央行叫印钞票吗 央行要印钞票 还是要有等值的 等值的外汇比例 或是等值的黄金 也不是可以随便乱印钞票的 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这边涨追那个 那边涨追那个 你手中的个股 如果有二三十档 四五十档 请问你 你当股票来到低档 你可以再加码的时候 你哪来的钱 没有办法 所以我才会说 你有一些的个股上面 你保留好你的资金部位 你就什么 高出低进 好的个股上面来讲 这是叫基本持股吗 他下来了 你有钱啊 因为你保留三成的现金部位 你就买 上去了 那就看你要不要卖 就投资朋友留意了 那你自己去看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以AI伺服器 他的第十二季营收就会进来 可是如果你以整个一个产业上面 我说在中美贸易战 你从前车之间 就知过往的经验 当时候的川普 在打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什么股票就会飙 我说细致财啊 那在这一次也一样 但是这一次的细致财的飙 跟上一次川普当美国总统的飙 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次细致财的飙 就是大家看NVIDIA眼红 因为NVIDIA 你看它股价创新高 为什么 它一个晶片可以赚好几倍呢 那所以大家就想说 你的GPU这么贵 然后呢又缺货 那我就自己设计我自己的啊 所以就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 会去做AI晶片嘛 要去做设计晶片 那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像我就觉得我们台湾的一些公司 真的很好玩 如果我就问大家 微软Microsoft多大的公司啊 Google多大的公司啊 Amazon多大的公司啊 人家做一个IC晶片 就是IC设计个股的晶片 都要委托我们台湾的细致财 那你以为这么好做吗 如果细致财这些的 NRE专案的设计里面来讲话 或是的一些的 ASIC的一个晶片这么好做 他们自己做就好了 还需要委托我们台湾 对不对 所以它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只是说 有些的个股上面 它借力实力啦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有投机的气氛嘛 所以为什么会在第五波 第五波就是会有投机的气氛 大家东瞻一点就说 我会做哦 西瞻一点说 我也做这个哦 ASIC IP都说它会做 我刚才有些公司里面早就会做IP 做了十几年也没赚钱 那我们就不要讲 所以我就说 大家自己要先去了解到这个部分 那你自己去看 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个股 我3443的创业 我不是等它今天涨上来 我才跟你讲哦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三四张创业 你做了N趟 大家说 有人问说 这个2015会不会过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跟着我操作 这个早就过了 加上你的差价早就过了 不是吗 我说不用管这个 我就跟他讲说 你在买一档个股的时候 就说这个价格 你觉得你可以买 对不对 那好的股票碰到倒霉的事情 跌下来 那你要敢去加 你加了之后呢 我就跟大家讲说 那你上来了 你上来了 我说月季线之间 是最好的买点 不管这里 不管这里 是不是都月季线之间 那人家跟我讲说 这个不是跌破吗 亲爱的头绪朋友 我在之前就跟你讲过 什么叫做跌破 当你的季线是向下的 才叫做有效性的跌破 当你的季线不是向下的 是一条向上的均线 那来到这里 就是你的买点 那到了这里来 到今天里面的一个创意 已经到1880 也就是说你从一开始的买 再过来低进高出 再过来低进 再到今天 那看你要不要高出啊 那就看 因为你是有加码的嘛 所以在这个时间 我就跟大家讲说 很多的个股 你如果按照我说的 不是也一样吗 你自己看 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你中心价值买在这里 超跌再买 高出低进 你可以赚多少钱 你低再进 你可以赚多少钱 那看你要不要高出 这是我没有意见的 所以我觉得 什么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做什么样的事情 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不是出生段 也不是主生段 我才会这样的操作 如果是出生段跟主生段 其实你就是报到底 你买到低点 你就是报到底 那在第五波 你可能就要稍微这样的做法 这是跟大家讲的 那我跟大家讲过 没有办法去预设 第五波的延伸波 高点在哪里 低点在哪里 因为台北股市 历史上面的第五波的延伸波 最多可以延伸一年多 一年多 那我用3661的事情 做一个举例 大家也知道六七百八百九百 我们都推荐过这一档个股 那我就问大家 如果你以波浪来看 出生段 主生段 一二三四五 ABC的修正 在这里 那请问他扩延多久了 如果你从这里 你就去预设高点 到今天去创新高 你讨个派去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在第五波的延伸波 不需要预设立场 你在对的时机 你做对的事情 你就能够迎接你的财富 不是吗 那你要在对的时机 做对的事情 你不要在对的时机 做错的事情 就利空之中 乱砍一些好股票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说利空之中 布局好股票 为中心思想 你也不能够随着盘面上面 随便的起舞 你没有这么多钱 很多我们排面上面的老师 可以用嘴巴讲 这个股票他有 那个股票他有 会员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用这样 可是问题是你行吗 你有办法自己买个三四十挡摆 在那边东看一下 这个我有 西看一下 有 我有碰过这种投资人 每一张买一股 这样好 赚不了什么钱 你干脆买指数算 我都跟那个投资人说 你干脆买指数 那一点意思都没有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一定要在对的事情 在对的个股 在对的时机 做对的事情 你自然可以迎接 你的大财富 所以我说在这龙联里面 来讲话 这个时间点 鼠方会陪伴你在盘中的操作 让你财富在龙联里面 龙中来 你要跟上鼠方 在盘中的操作 那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2024年的一些的产业 来详细的告诉大家 你好 回到股市全方位 虽然我很看好气质财 但是有些的个股 我们还是要遵循一些操作的逻辑 你知道我跟五日均线的正乖率 高达4到6%以上 我不建议过度的追高 世青是如此 创意是如此 其他很多的气质财的个股上面 它都是 那你自己留意 那至于有人问我说8227的一个具有科技 那这个部分我比较没有研究 它好处就是它低价 但它有没有像市场说的那么好 那没有办法 目前还没有办法研究出来 它的订单上面到底可以给它的贡献度 到底是多少 那如果你问我说整个一个创意 它有机会再创它之前的一个股价的历史新高 应该有机会从基本面的角度它的获利会创高 那就是你稍微去做留意的 那除了细制裁 我是说细制裁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能比AI伺服器更重要 但是也不要忘了 AI伺服器里面 我就跟他讲说从一月份开始 它从技术面的角度 它不会受制在季线的下弯 从基本面的角度 它今年里面的爆发 从第二季要开始 所以只要是从今年的获利的预估值 在15倍本益比以下的 你都不要过度的杀低 我就跟他讲过 伪创 伪创就6块到8块 你以6块来看是不是就90 来了你也不敢买 那时候现在大家涨上都会说 那广达是11 13 那就185195 那广宝科就6块到8块 那见顶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16块 16块的很多个啦 见顶 骑鸿 这都是16块左右 还有什么 即将 这几个都是在2024年EPS呢 是应该会有16块的一些IC设计个股 那金像电的部分大概是11 12 这部分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那AI伺服器在第二季之后 你就会看到营收的贡献 因为Cowars的一个订单里面 它即将要进来 那还有看好的部分 就是三奈米的比重 也就是说从今年2024年台积电呢 慢慢的它毛利率之所以下滑 除了在资本支出上面来讲 它去设厂 另外部分它就是要主要 因为过去的AI伺服器停留在 7奈米跟5奈米 而未来里面很多像苹果啦 或是呢其他的一些AI晶片里面 会走到类3奈米 手机的部分里面 AI的手机也会走到所谓的3奈米 所以在2024年3奈米的一个看法上面 我个人也觉得它是比较乐观的 不管什么加灯啦 设备个股啦或是一些耗材啦 什么中砂啦这一类型的 大概都是3奈米左右的部分 那DDR就是记忆体的部分 那就要看 今天我在看 有人在杀2408的南亚科 我是没有它啦 因为它公布 它直接公布它去年的第四季亏损 它亏损 亏了0.8嘛 啪就杀下来 你有夠没料呢 我当初就讲说 你买记忆体 你自己要知道 2023年是不会赚钱 我刚不说 我说过啦 你本身就这样 所以说那你退而求其次 你可以去选择通路 就不会亏钱嘛 或是呢 你要知道像我就说 像历程 它的本业没有很多 可是加上业外 加上业外 去年就有机会什么 10块钱以上 那公司都会配6成以上 那你自己看 它已经公布了 到前11个月的历程 已经赚9.99 9.99 你看电脑上面 已经写得很清楚 9.99 那会不会赚到10块 以上 因为还没含12月 那再过来 它也讲啦 反正2025年 我就跟它讲 HBM HBM 再讲一次 HBM 高宽频高宽系的记忆体 才是真正的主流 而这个部分 就会用到所谓的DDR5的PMIC 那个时候先点 AI的一些的 ASIC晶片 AI的一些消费性的产品 它才会上去 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部分 那车用的部分 还在转换期 目前看起来车用的部分 就跟它讲 就是Sony Sony全世界最大的感测 全世界四占第一 那目前的感测 三星已经涨价了 我觉得从整个一个Sony 它跨入到电动车之后 那就告诉你 它未来里面的全自驾 要用很多镜头 那你是要去买镜头吗 不是哦 搞不好你要买的是 Synos感测原件的部分 因为它就代表未来 所有的自家车 所有的镜头 不是搭配 之前大家讲什么 那个功率放大器的 什么红外线 不是 全部搭配的 可能都是感测原件 让你的整个一个 不管你的手势控制 各方面都是如此 所以蜀方告诉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 一些的个股来讲话 就是告诉你说 你不需要预设立场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 第一季中碰到好的个股 碰到党媒的事情 撒下来 你去买就对了 你都有机会成为赢家 而且现在里面就要讲 第五波的延伸波要结束 就每一个类股族群的位阶都不一样 故事也不同 只是你能不能了解到 内涵的奥妙而已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要跟着蜀方在对的时机 迎接财富 不管你看茂达 不管你看创意 不管你去看一些细致财 那你看 是不是都让你的财富里面来讲 赚到了一个大格局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跟上蜀方的盘中的操作 让你在2024年 财富隆中来的投资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蜀方在盘中的操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